體型巨大不斷蠕動 試圖掙脫繩索 但他看起來已經有點筋疲力盡 但船長沒有放棄 小心翼翼清除刺網 船員們好緊張 怕不小心傷到他 但他也很乖巧 沒有亂動 似乎也知道 這群好心人是來救命的 最後慢慢吊起割斷繩索後 終於成功鬆脫 回歸大海 因為他太巨大 而且網子纏得很緊 又很怕說把它弄傷了 所以要很小心 所以在這個時間上來講 我們處理了一個多小時 才把它處理乾淨 上個月初 這隻巨口砂不小心誤闖漁網 似乎是因為疫情期間 賞金船不開了 玩水的遊客也變少了 大海回到前所未有的寂靜 深海魚也跑上來偷偷氣 4到8月 其實除了巨口砂之外 那我們其實也會去看到虎晶 或者是比較大型的那個 鯨魚跟海豚 巨口砂屬於寶玉類 目前全球發現不到300隻 非常稀有 最大體長可以到7公尺 血盆大口看似可怕 但他性格其實非常溫馴 以綠石浮游生物為主 平常侵襲在1000公尺的深海 很難見到他的鱸山真面目 每年4月到8月會隨著黑潮 來到台灣東部外海 確定嗎 不確定 不是每個人都能幸運看到 也讓他蒙上一層神秘面紗 連電影也曾經以巨口砂為題材 描述變種遠古海洋生物 反抗人類騷擾生態 幸好這次船長激進辨識 他就是巨口砂 激進救援 也讓大家有機會一睹他的真面目